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英格蘭國家隊主帥修夫基 日前接受了天空體育的採訪 提到明年歐國杯的陣容問題 修夫基就這樣說 他認為有一兩位球員沒有被徵召過的人 仍有可能在明年的夏天入選國家隊 這他非常確定 但說回現在,他們要進入英格蘭的球員名單裡比較難 現在英格蘭國家隊是一隊成熟的球隊 陣容不老化 所以這支球隊不會在接下來的大賽中突然脫掉 這群年輕球員,如果你說的是於23球員 他們當中有些人已經有20至30次國家隊出場的經驗 所以實際上,他們未來10年都沒有擔憂 說回球員卡尼比林函,在各自的球隊表現得很好 在這些超級豪門的球隊中踢球 他們每個星期都必須在壓力中表現得更出色 這就是他們希望英格蘭球員所處的環境 而他們希望令比林函出現在更靠前的位置 在一些比賽中,他應該站在卡尼的後面 這個擺位亦令他們稍微用不同的進攻方式 如果他們不嘗試讓比林函和卡尼做拍檔 這就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如果他們可以適應這種情況 亦都表明了他們的能力 亦都反映出作為一位球員和他們應有的性格 喜歡這條片的話,請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BYE BYE! 對,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